快讯,中国领导人专机从北京启程飞往新加坡,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2日在新加坡卡佩勒酒店召开举世瞩目的川金,会当天下午中国国航一架领导人专机从北京出发前往新加坡引发关注广告6月12日川金,会正在新加坡召开之际实时标示全球航机资料网站资料显示 当日中午12时54分,中国国航一架领导人专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以VA62的航班编号飞往新加坡,这架编号B2447,国航波音747客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后一路南下,预计将在下午50-58分降落在新加坡张仪机场外界分析,这架专机应该是要接近正恩返回朝鲜 据悉12日下午4时,川普预定起行记者会下午6时30分,川普将离开卡佩勒酒店,前往8月离克空军基地,计划70搭机离开 金正恩预计也于当天离开新加坡,但具体时间尚不明确据港媒消息基于安全考虑,金正恩于6月10日提前抵达新加坡,朝鲜方面出动了三架专机 而金正恩本人称作的,是从中国借来的中共总理李克强的专机 据报中国国航目前有四架波音747-400国家领导人出访专机 编号分别为B2443、B2445、B2447、B2472 有指B2472为习近平专机,B2447为总理李克强专机之前有报道称,金正恩的专机,苍鹰一号机型比较老旧 为金正恩祖父今日承载任时,从苏联购入机零于32年,而且未曾进行过长途飞行 要飞往距离朝鲜约4800公里的新加坡可能有风险,因此朝鲜决定从第三国中国借用专机 文字幕ograph侧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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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在文字幕 speculation 文字幕コンフius 文字幕作用文字幕 Robbie